《枪枪三人行》 《中国文学正处于它最好的时候》 哎呦 就这句话 您可招骂了 这个其实啊 你要是我只能对我写的文章负责 因为这个刚才引用的这是报道 报道啊 它里边有一个前因后果 针对的一个问题 要让我说呀 文学 如果说文学作品来说 没有什么最好的时候 最坏的时候可言 因为你要说文学作品呢 中国的小说最好的就是《红楼梦》 那您就说啊 清朝中叶 这个乾隆和雍正时期 是中国小说最好的时候 那时候还叫文字语呢 有这么说话的吗 没有这么说话的 另外你要说 俄罗斯文学最好的时候 就是托尔斯泰什么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对这些作家的最大贡献 就是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跟托尔斯泰也不自己差点没被杀了 把苦难当财富给他们了 但是好处是没有 没杀死他们 要真杀死了 已经也好不起来了 没错 所以就是他没杀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我说的呢 就是说现在呢 就是跟中国从历史上来说 从这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来说 我说的是这个 其实呢 就在那个 那个谈赵本山的那篇文章 咱们在这也聊过 就那里头啊 我都说过 我说呀 就几位文艺界的领导 在那议论 说是这个 处词 汉复 唐诗 诵词 原曲 明清小说 说到了咱们这 该怎么办 有一位领导说 那咱们现在有小品 和短信 和短信 说各种滋味 难于人说 这个领导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 对那个 我看到报纸上一个报道 然后就开始表示愤怒 这个愤怒不是特别有价值 因为你至少你读读 我要是我写的文章 哪怕是我在这个 强强三行说的话吧 说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你来挑一挑 也还好办 那他针对的情况 他也不知道 网络的特点倒是这个 听见风格 对了 而且谁都能说 因为我看到一个最激烈的一个 对您的批评 他不是一个文学评论 的架写 是一个体育评论架写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人 但是我听说据说还是一个名博 现在也要是认为啊 所谓网络文学算不算文学 网上的很多文章啊 这种语言风格太多了 司空间惯 甚至被大家肯定觉得网上就得这么说话 才痛快 甚至我就 我还 我还见到过一个名博呀 他这么一讲啊 我这个主持人倒是痛快 但是痛快我也没法像他那么说 他就讲了一个道理 就说这个 说话呀 他说你要说的那么样四平八稳 老实讲你想我这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我非常头大的事情就是 你如何把话说的四平八稳 比如说 我要批评什么 我首先得说 当然大部分是好的 大部分航班是好的 但少数航班也有问题 我整天琢磨这个 你说这个就是英文 也有一个 这个民国呢 他就讲 他说我认为没必要这样 大家都明白 何必非要绕这些个 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 你直接批评什么 你就批评什么 哪怕是过度了极端了 但是意思很明亮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不是 这个网络是一种新的现象 新的载体 网络实际上呢 你能更多的 更多的 不是全部 我也得先证明 你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些民间舆论 和老百姓容易对什么事有反应 这个比没有网络好得多 文学也是一样 他有些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网络 我最近看见那个 那个谁呀 白夜 白夜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说过去这个文学吧 就一块 主流作家在文艺期刊上写 写作品 现在呢 他说文学实际是三块 主流作家在文学期刊上写作品 畅销书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呢 拿给出版社去出版 青少年作家在网络上写 而且被大量的青少年所阅读 这我不细研究他这个说法了 总而言之现在文学它不是一块 舆论也不是一块 就连那个 比如说 这个一些重大的 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些报刊 他们的网站呢 他也把这个舆论放宽一点 这个咱就不用细琢磨他了 但是受众就知道 他也放宽一点 可是放宽的结果呢 我其实我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 我说言论自由的结果 肯定是言论的贬值 因为你不能要求每个人的那话 都经过深思熟虑啊 他必然就会有各种不经直论啊 任意胡说的啊 然后骂骂咧咧啊 然后是各种粗口脏口啊 他就都出来了 都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您说您 您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又希望网络呢 能够反应舆情 但是我们又希望网络呢 能够逐步 网民们呢 能够逐步的变得文明一点 又教养一点 在那个书屋上有一篇文章 我也很感动 他就论这个网络的作用 然后他提出一条 他说这个 他说什么叫奴隶性 奴隶性就是一没人管了 你那儿就表现出你的那个 痞子啊 流氓啊 就是那些下 比较下等的一些东西 你就都暴露出来了 嗯 而一个真正的一个公民社会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文明 对自己的这个责任 对自己的教养 它是有一个要求的 它不可能是 既然没人管了 我张嘴就是妈妈咧咧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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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那个方向 就是以前讲的那种君子慎毒 就你一个人的时候 没人管你的时候 你自己的行为也是端正的文雅 可是这个标准可能真的是比较高 因为其实网络一出现 真的在各国 它都是大量的泥沙俱下 就等于是一种 就是有人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 就是民众的一种潜意识 它等于一个地上 那是公众的 都是大家都都呃 就带带好帽子 穿好衣服 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言 那个是可以化名 而且可以就是说呃 它的曲度要放松很多 这时候就是各种的表现 有那个自己披露自己私生活的 有就是指鼻子的就骂脏话的 有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你看所有的各个论坛 一到网络上都是最极端的 就各种方面 你不论是什么话题 是政治 是性 是什么什么 是教育 你要看那最激烈的言辞 就上网络 你还真的 它得有一个发泄的去处 而且就是这么一大堆东西 我要说确实是 这个原地全打开了以后 有各种垃圾 也确实给它提供了一些少数的 它在其他的主流地方出不来的 有一些精彩的东西 还真的就是这出来了 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些网络文学 比如清年的有些作家 他最开始 他不是一开始就出版社接受它 他是在网络上先起来了 然后被很多人所追捧 然后出版家也也看见商机了 也看见他的文字的有才了 然后这样他才能到那个所谓的主流渠道去出版 多功能 很难就像你说的这个泥沙巨像 我觉得就你看我脑子里有很多这个互相矛盾的事情 都是在这个网络上讲 你比如说 今年就出现过很多吗 像什么罗彩霞事件 就是那个冒名鼎替上大学的 他呀这么一个小女孩子 他自己通过正当的渠道 没有什么人会注意他 但是这个东西一上网 包括你那天提到什么巴东猎女 邓玉娇甚至说最近的长江边上那个捞尸的 本来建议勇为引出长江捞尸船的这么一个事情 哗一下子就上网 但是现在几乎形成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看 就是马上事件放大 然后政府重视 然后问题解决 但是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很多呀 真假莫辩 或者说这个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种真叫泥沙俱下 这个你我们 其实每个人呢都没有权利啊 光责备旁人 或者说上网的这些人 你什么自律不够了 你素质不高了 你要这么给人扣帽子 人家就更反感了 而且这本身就是你这给别人扣帽子的人呢 你也未必就站得住脚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在咱们国家呀 说提倡一个冷静的态度 我老说一个是冷静的 理性的 不要过分的情绪 情绪化 再一个呢 就是提倡弄清事实 我老开玩笑 我说咱们呢 不喜欢呢 认知判断 但是喜欢价值判断 就没不知道他是谁呢 我先是我爱他 还是我恨他 爱吧 我也是爱得死去活来 恨吗 我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他到底是不是你想的那个玩意呢 他不知道 他不认知 他光判断价值 我再举一个例子 北大一教授李玲 他写了一本关于孔子的书 叫丧家狗 这本书啊 得了文金图书奖 这个得文金图书奖 文金图书奖啊 是咱们国家图书馆 以这个任金玉馆长 前不久去世了 为首的 请了一大批人 来这儿来做这个研究的 可是这网民一听说是 怎么能管孔子叫丧家狗呢 就一顿臭骂 叫骂的说是你这个教授你是狗 你是 类似的 包括骂这个枪枪三人行的 我不知道您拜读过没有 所以我就说这个呢有点啊 就和咱们这个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呀 不太相称 你什么事你先弄清楚了 是怎么回事 可能连轮椅都没看过 就不知道 人家指孔子是上家狗的一个农夫 然后孔子自己很认可 觉得说的很像了 再不说你要看那本书 那里零点书 反正我是很喜欢 真是写的很精彩 这要不说北京人常说一句话 说嘿我这暴脾气 对 你能从中感觉到啊 就是说 我甚至怀疑啊 是不是认真的 很多人也许不那么认真 说实在话 就说这个事有那么重要吗 可是你会想到 平常我有时候在街边 也见到这个有人呢 骂打街 我觉得这是不是他生活里啊 有人说 为什么说是中国人 现在这个戾气很重 有人说了一个原因 说社会矛盾尖锐 那这个说的比较抽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呀 太多的人在自己的生活里 有这个被侮辱 被欺骗 被或者被打压 或者说觉得有志难深 不满足 就活得很不满意 于是呢 他在网上反正也没人查得到 他匿名 跟着骂一通 我觉得这是一 是一种心理宣泄 心理宣泄 就是说他没有更多的 其他的渠道 来使得他这个冤 或者他这个不公平 得到解决 比如说人肉搜索 有很多我们觉得 刺犯的人的隐私 或者什么等等 但是你要不这样做的话 其实应该有一些法 比如律师 或者是其他的渠道 去调查这些事实 如果有一个案件出现了 如果有了那些渠道 也许你就不是特别需要 这种人肉搜索了 不是 可是你说的 它是一个空缺吧 你们说的是这一面 就是说这个 他自己啊 处于弱势 他有各种的压抑感 所以他要宣泄 但是你们也 我觉得有时候也有另一面 就是这种 所谓多数人的暴政 他一看大家 舆论整个都向着他来了 赶紧搜索 骂呀 又批呀 我就说 他有时候有 他又有啊 这 这个两个也不矛盾 就他自个儿本来是被压制的 但是现在忽然发现 网上出来这么一个二百五 这个二百五呢 犯了重怒了 人人都可以骂他 没错 他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 他可以压迫别人的 他在 他这个 他变成了正义舆论的化身 然后他那上纲上线 身接猛批 被把你批倒不臭 批臭 勇士不得翻身 你说他是不是有这两面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读书雅志上那篇文章 我会引起我的想法 他说这正是奴隶性的表现 奴隶性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被压迫的时候 他什么事 卑躬曲解 第二个特点 他有机会压迫别人了 他可能过瘾了 我跟您说 没错 这个多数人的暴政 我觉得甚至是人性里头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是 找着一个提罪羊 大家都可以 把各种不快 不快的 抑郁的 这其实咱们这两年翻译过来 两本书就说讲这种暴民心理 一个叫乌合之众 还有一个叫狂热分子 你去看就讲的这种从众的心理 一个东西 一个上来了 他其实把这个自己的各种 跟这不搭干的事情 全都投射在这件事上来发泄 其实跟这个事情本身 已经距离很远了 你知道 其实他表现的是 所有这些从众人 自己的小 平时那些 讲不出口的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他终于找到一个目标 把他给 他催在这儿了 其实这个也由来已久 可能也不只是中国 我想 但是呢 可能我想 咱们要举例子 想能推到文革的时候 你就能想到 我想 就一个事出来了 其实他可能 比如说是一个 对他不好的领导 或者是一个什么 他抢了我的女人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说的那事啊 跟这个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他最后说的全是政治问题 或者是一个什么 别的大问题 这个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是不是某种 本来是很基本的要求 但是我现在也开始 看网上的这些 这些说话 看得多了 我也开始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 过高的要求 什么叫 就不外乎 就陈音确讲这个话 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对吗 比如说对于一件事情 哪怕你们99%的人 都这么讲了 我不会跟着你们这么讲 我自己要搞清事实 不管匿名还是实名 我对我说的话有担当 而且我不会把我自己生活的不如意 是把屎盆子去发泄落井下石 参与多数人的暴政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格 这种品性 是不是现在都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你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正面的意义上来说 就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 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言论权的一个训练 是不是 起码现在网上相对来说 比较方便一点 你一般情况下 你说点走板的话 说点极端的话 你只要不涉及到那些 所谓最重大 最核心的问题 你在网上也能留存很长的时间 越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越不妨来讨论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使自己 就是在网上的这样一个发言权 能够让他得到最好的运用 另一方面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点好事了 一个什么好事呢 网上你这么说的也有 那么说的也有 痛骂的也有 这事情该怎么办 还怎么办 是不是 他也有见怪不怪 就允许各种声音 我就说 我过去我们老说百家争鸣 现在网上岂止是百家 一家争鸣 千家万家一家都在那争鸣 你既然都在那争鸣 有这么说的 有那么说的 咱们也就不必少见多怪 也不必听到一个怪说法 立刻就晕菜 而且你都晕不过来 说实话 一浪接一浪 热点太多以后全分散了 我对这个特别要命 可是他要看球 他对那个网站 所以这样一来 其实每个事也就都发散表 他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 我们能学到一样东西 就是群体 他有一种平衡 一种自然的平衡 多数暴政是不好的 有不同的意见 他卡在那了 他平衡了 这是好的 最终是吧 他是好的 这是言论自由的真意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另外啊 其实我觉得网络上面的种种 不管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其实呢 启发我们想到这个网络之外 你比方说啊 为什么说网络有时候能把一些贪官整下马 当然也有一些冤枉人的 把人家个人隐私弄出来 会破坏人家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说这样不好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想到权威的媒体 正经的媒体 包括正经的公检法司 他是不是应该对于民间的意见 对于什么 就是你本来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你本来应该按照正规 你正规渠道把它解决了 不就好得多吗 为什么现在网 你给了网络这个空间都到网上去了呢 对 就是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些空决 就像我 比如说我有女儿 我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老在谈论 这些少少年 就是中小学生 为什么整天挂在网上 甚至他弄一个小手机 那么点小荧幕 他看的不停 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在给我女儿 比如说买他这个年龄 看的书的时候很难买 就是你要让他看一些其他的网络之外的 你觉得对他很好 又很有趣的读物 确实有限 比如我弄了半天 就想到那前几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杨红英 后来我看他上了作家富豪榜的前多少名 也难怪 就他这么一个品牌 写马小跳 我反正看的就是一个系列 都是写的那些中学生 里边小 现在的生活 他有各种主题 小孩能看的进去 可是这种书就不多 你知道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郑渊杰写童话的 弄不弄吧 就没得买了 就只好买那些外国的经典翻译过来 其实我想比如说他应该学中文 应该最好还是看原汁原味的吧 但是你可选的太少 你有什么权利责备他 你老去看台湾的或者什么日本动漫 你老看网络文学 你给人家提供别的更有趣的精神食粮了吗 这其实是相通的问题 网络对于世界是一个新的现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更是一个新的现象 能够有那么多人上网 那么多网民 而且相对有比较大的空间 空间一大了 自然你就不能要求 说是人人说出来都是真理 如果只有真理能上网 那咱们的网络就得全得关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让人习惯 知道有些非真理 知道会有一些偏激的 哪怕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会出现 这个其实是会使我们这个社会更成熟一点 是不是大家也就是疲势了 包括您 我不知道您看不看那些骂您的东西 看了您生气吗 还是说 我很少 我很少生气 我很少生气 接下来问题播出 走向2010 我是头 我是头